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也快打到最后了 是吧 揍一下曹操 然后的话呢 再揍一下这个司马懿 也就结束了 大概还有几集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一期的话呢 这个稍短一些 稍短一些 这次再来了 曹真说呢 此次定要雪耻 定要雪耻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这个呢 是曹真 王朗 张河 成怡 最后的话呢 我选择依然揍这个王朗 是吧 骂都能骂死你 我还不揍你 做完王朗之后呢 火神 来一个张河 把张河的这个攻击力给他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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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是赵云先衣服了这个散弹输出 这个张河真厉害啊 什么都不成功 好 赵云的散弹输出打出了成敦的伤害 然后的话呢 这个王朗是不太抗储啊 哎呦 小兵补一刀 别闹 还行 测反击成功了 我方的技能呢 都会被他反回去 还不错 看看最后 没什么问题啊 曹真用了个技能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这边是可以 都挺过第一轮了 都活过第一轮 这挺不容易的 然后的话呢 你给我加一口 我给你加一口 来而不往是飞里野 这位置去聊 因为呢 我预感到我张飞 加血之前的话呢 会有人的啥 会有人再挨打 这位置能一刀处死亡了啊 马超的那个爆表攻击力 啊 这里居然没有啊 这里居然怎么是张包先 先有个技能 诡异啊 居然不是赵云先手 赵云来 赵云能赵云加满 这样的话呢 我方就能顶了 啊 我方就能顶了 然后呢 再看看后边的话呢 这个曹真跟张哥怎么搞 哎 曹真攻击失败 可以 这样的话呢 是 哦 去世了吧 还行 没去世 别打了 别打诸葛亮 哦 这一刀啊 这一刀差点给我人打没了 火神机又失败 还行 乘一攻击失败了 这样的话呢 赶紧给诸葛亮打一口 又连弩了 啊 这个 这个连弩的话 感觉会被策反吧 啊 因为的话呢 这个对面这个曹真用了策反 这位置的话呢 还是 我继续烧张盒 我就不信烧不着你 跑啊 跑啊 疼不疼 疼不疼 告诉我 这位置呢 再走 曹真 连弩 看是吧 果然 曹真利用了敌人的谋 把这个赵云给弄了 这样的话呢 连弩就在小灰了 小灰 快给军师加一口啊 哎哟 完了 这样的话呢 我放的这个冠星居然都没有对面的这个小兵来得快啊 这赶紧给军师耗起来 军师现在是主力战主要战力啊 主要战力 免机器又奏效了 免机器失效了 还行 还行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是赶紧给这军师耗一耗 用这个招混单给军师招起来 然后的话呢 让这个曼尼来个去聊 希望能给军师加上 这位置呢 直接奏 直接奏 刚才免机器失效了 招混单加起来 然后呢 先加口血 让军师先有点生命力 完了 还行 打的是这个冠星啊 这下都白打 免机器成功 没事 不要紧 一口血加上 哎 这样的话呢 我方这个军情再次稳定 是吧 他几乎都加满了 诸葛的话呢 也能点一刀了 因为对面的这个攻击力也不行了 那现在最慢 然后打的差不多了 现在的话呢 就该玩计谋了 因为对面这个免机器已经成功了 是吧 开烧吧 我还攻击 我是傻子啊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都笑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弱智啊 感觉自己像个弱智 这样的话呢 张合先烧死 张合先烧死 之后再来 免机还没结束吗 宝物 连弩 这边呢 用计谋 群联 这边呢 依然选择攻击 我是真是兼职啊 兼职自己 赵云的连弩成功 连弩的话呢 不算普攻 还能打出效果 然后的话呢 马上是白扯了 普攻全白扯啊 这里烧一下 成衣放倒 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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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正好下一轮的连弩就搞定了 然后呢 我方驱联就位了吧 我方驱联那人呢 那好 我方驱联就位 倒是给摇一口驱联 OK 诸葛亮回上来了 诸葛亮回上来了 这样的话就好打了 一发连弩 一发这个 免机机也消失了 那再见吧 总攻吧 免机消失了还不总攻 OK 这样的话呢 曹执轻松打下 后边的话呢 马上要打曹执的另外 曹执的 另外两个姓曹的了 曹执曹执他们了 曹执的话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 咱们这里继续啊 OK 再让他结束 接亭是打起来了 获得胜利 走 进入接亭 这位置呢 终于站下来了 这里是接亭 然后找找看看接亭有没有什么能拿的东西 赵云将军三十六级走为上策 那意思就是提醒你后边打不过的仗了 该跑跑 该撩撩 我不要硬扛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这里我调查一下 暗图所翼 找到了金仙丹 导一导 把这个金仙丹 或者 把银仙石扔了 啊 金仙丹呢 金仙丹没用啊 我已经金仙石呢 金仙丹有啥子 这位置跟马上家去学 直接走 看看有没有能睡觉的地方 这拔个床不正好睡吧 拔个布 出开了睡啊 一共就六个人 就拿着 啊 卡住了啊 好吧 继续走 那么呢 是回去补一口血 还是看看怎么着啊 补一口蓝 补一口血的蓝 蓝比较重要 没有选择不蓝 直接走 这样的话呢 来到了一条这个崎岖的一个山路 严顿虚了吗 走吧 一条崎岖的山路 这道山路的话呢 也是后期要几次来回的一个山路了 然后呢 有几个宝箱 我就先不捡了 这个 受篇幅限制 我尽量给大家打快点 这个宝箱的话呢 我就等到自己的时候 自己玩的时候给它开一开 然后呢 把开宝箱的环境跳过 因为现在 装备呢 几乎也都到顶了 几乎也都差不多了 什么天空灰 什么雷神盾 什么烂七八糟的藤甲是吧 基本都到顶了 就这样了 所以说呢 直接走 好 不断浪费这个时间了 直接呢 从这个最远处最高处呢 走到底就结束了 一下到地 这宝箱是顺道的 顺道的整个枪子 你看真空枪是吧 你这晚上 哎 这个随便就能捡上 之后呢 续成一个烟军界 走 真空枪好像给他们买过 应该还给他们买过这个装备 这里慢慢往下爬 走 走 可以 来住宿的地方了 那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省着回去住宿了 之后呢 咱们睡一觉 谋略先点上 烟军界 然后呢 宿一宿 谈话 一碗七百八 给了 毕竟不是自己家人啊 多要六十块钱 可以的 说得过去 出发 咱们呢 去揍这个曹操 曹操的儿子 看看这是哪 这里是高老庄 高老庄应该有这个呢 暗图索一的宝贝 那找找啊 高老庄猪八戒呢 猪八戒给我找出来 暗图索一 找到了速攻鞋 速攻鞋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增加攻击速度的吗 应该是增加这个 增加敏捷的吧 攻击 就是那个出手速度 应该是下这个的 速攻鞋在张飞身上 我这个直杀刀给谁啊 没有石刀的我那里吧 反正要给谁了 给马超了 让马超出手快一点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能 独占装备阁的装备吧 就跟白马一样 感觉应该是这么个东西 你看是吧 果然马超装备上了速攻鞋 你看是吧 前面再行 跟白马一样 灰心枪 藤甲 钢 封盔 还有钢盾呢 哥们 混的很惨 混的不咋地啊 混的不太好 那咱们直接走 出门 出门直接上去跟他干 这怎么回来了呢 直接上去跟他干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一场呢就做完 打完两兄弟之后呢 去干一波曹操 然后呢咱就结束了 这里斜骨道 兵家毕竞之力 我们来看啊 这个曹张 曹植 投诚 寻 尤 尤 尤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揍曹植是吧 曹植都知道 七步就能做手实 你说我还不揍他 那我还等他呢 这里判离技 我也是疯了 直接上了就判离 这判离的话呢 如果成功那自然无敌 但是呢 失败几率非常的高啊 咱看能不能判成 这位置呢打一个 啊 好吧 都说曹张是一剑绑夫啊 这里的话呢 我一发判离技 那看到了这个曹张 那这场仗就必胜了 是吧 六打四啊 这是妥妥的六打四 曹植你怎么是弓箭手了 曹植 你怎么了 你不是应该是个法师吗 那我打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道个歉啊 我应该打这个熊悠 打错人了 打错人了 彻底彻底是打错人了 这 连弩 好吧 那姬错就错 反正都错了 先让对方解怨 啊 断其食指不如伤其意识 对吧 OK 咱们再继续 除烫 啊 烧死你 疼不疼 架一半去 连弩再干一波 哎 我方那个曹张怎么不打人呢 哎 这个连弩感觉不给劲啊 是不是施法 哎呦打自己 都说你虎啊 操张 都说你虎 你是真虎啊 自己都自己啊 这小子 看啥来了 咱们的这场仗呢 将非常轻松了 看来是吧 这场仗 猴长 猴长攻击力一般吧 虚优 法师上来砍 你这不是傻子吗 总攻吧 这还不总攻 还等啥呢 6打3 对面呢 还有个法师 还有个士兵 哼 那我就不总攻 说实际上 江湖朋友耻笑 继续走 哎 不能把我方的操张打死了吧 操张是我火队员呢 操张那个 A护接挺好用的呢 小九连 最后收一手地 另排挺好用的 这里积屑 完了 我方队员被打死了 完了完了完了 痛走我方操张 好吧 我方队员被打死了 赵云应该死不了啊 哎 再见再见 这样的话呢 这场仗呢 原本不太好打 因为操张的攻击力很高 但是的话呢 被我诸葛亮的一发 这个判离地呢 直接拷定 再回去睡一觉吧 那还想拿了 回去 哎再睡一觉 哎 冰墙马座 养精蓄锐 哎 走上 这样的话呢 睡完一觉呢 咱们下一场仗呢 打的那就是操操了 我这个第一次去啊 打的有点不对啊 我应该要离剑技 我呢 太相信我的判离技了 好像是用判离技判翻车了吧 反正的话呢 曹操也是 不知道咋想的 带俩傻子出战 再来看一下 曹操带了两个傻子打着 走了 那这位置怎么了 我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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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进去找宝贝去 谈话 蝎骨洞 我好像要按图所翼 好像找找宝贝 来看一下 得 啥也没找着 直接走 烟盾消失 再去一方吧 没去直接就成 来吧 OK 这里的话呢 来到了曹操的城市 曹操说 想当年 孤曾于乳之主刘备 煮酒类英雄 但是呢 人各有志 两雄不可信 一山不容二虎 最后牛逼的 还是我曹穆德 你看他带来的俩傻子 叙数点威 两个智商很低的人 然后呢带来一个庞德 带来一个狗活 那这里呢 继续 武力值 你看曹操这个属性真好啊 功也高 防也高 不是功也高 智力也高 你看他带来俩人 一个50智力 然后呢 这个攻击力度快忙晚了 庞德也差不多 最后的话呢 最后这个志向呢 还是很厉害 我这里的话呢 错就错在啊 太相信这个叛离机了 然后对面呢 的话呢 干了我好队先手啊 干了我好队先手 我就是直接两个这个离剑机 直接就完事了 他俩必中 两个离剑机 这里呢 我有点作死了 你看叛离机失败 叛离机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庞德上来给我一枪 赵英雄要死了 曹操 就等于送我一轮 又一个叛离机 完了 这就完了 他俩这俩人一旦出手 这个虚出点位一旦出手 这个虚出点位一旦出手 你就是根本拉不回来了 好 两个人当场去世 那这样的话 在场上就打不了了 是吧 这个虚出点位你控不住 然后的话呢 对面这个 出手就死 直接就没了 所以说的话呢 一开场的这个 这个控场 这个控住了非常纵容 这里想撤退 咱没了 那么咱们下一期呢 再来做这个操操 是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本期的解说友好 如果呢各位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希望帮我一点点关注吧 那么呢咱第二四集的时候 再度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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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